婚礼时间 柯陶德的故事 塞缪尔·柯陶德 即使在英国也算不上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然而它却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 最具远见的艺术赞助人之一 因为它可谓是凭一己之力 让英国人爱上了法国的现代艺术 事实上 以纺织业起家 英国柯陶德家族 可以说是19至20世纪间英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向来以赞助艺术而为名 塞缪尔收藏的核心作品是在1926至1930年之间获得的 囊括了印象派至后期印象派几乎所有大师的作品 记录下一段堪称完整的艺术史 而且它还建立了科涛德画廊 将收藏与教学研究相结合 旨在推动艺术和艺术品走向大众 下一集我们就来欣赏由它收藏的 梵高的 耳肠奔黛的四花香 慧宁时间 法国巴黎